好了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 我也不想听 赶紧走吧 我真的是一分钟都不想看见你了 刘总 给刘总 为什么 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走吗 就因为 景月那个项目没有拿下吗 不是的刘总 我只是觉得 没有带下去的必要了 而且家里面还有好多事 等着我去处理呢 小涛 不要因为一个项目而自暴自弃 咱们团队缺的是这个项目吗 我们手里面还有好几个项目呢 到时候都可以交给你来历练 当然 如果你需要的话 家里面的事 我也可以出面帮你解决 刘总 跟这个没关系 不过 很荣幸地认识你 你人 直率 谈大 我觉得 我离开公司也好 离开集团也好 至少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不是吗 还有 这段时间 谢谢您 对我的关照 和帮助 千万别这么说 既然 你执意要走 那姐就助你 以后 步步高升 谢谢姐 小胖 走了之后 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随时跟姐说啊 谢谢姐 小胖 刘部长 你这是要干嘛 刘总 我怎么刚才听见你们讲 小胖这是要走吗 没事 刘部长 我这是 要给自己放个假 正好家里面有事 需要处理一下 是因为这次项目 没拿到 要离开集团吗 不是不是 刘哥 确实因为家里有事 这段时间呢 谢谢你对我的教导 在公司这段时间里 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 也添了不少麻烦 小胖 你可能要好好考虑一下 还是一定要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这个 没什么可考虑的了 走之前呢 最后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照 你好 这不是小胖吗 怎么 收拾东西要回家了 我真的是看错你了 我之前那么信任你 你最后呢 去选择与某人为伍 这 赵小宁 我真没想到 好了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 我也不想听 赶紧走吧 我真的是一分钟 就不想看见你了 行了 小宁 说这么多干嘛 你太过分了 赵小宁 好了 刘长 刘姐 没说了 没说了 我走了 小宁 什么都没有 哎 小宁 你今天飞演唱会有点重要 天灾 在梦生车 小宁 小宁 老板 送我回家 行 我们走吧 车呢 车在那边 哦 那我们回家喝点 好 走吧 哎呀 还是回到家的感觉好啊 是不是 对了 老大回来了 啥 我哥回来了 对 哎 那我告诉你 等会见到我哥 公司的事 一句话不要提 听见没 好 不能让他知道 好 好 这边 哎 好 哎 哥 哎 你啥时候回来了 来好几天了 哦 你这车好多忙了 也不知道联系你哥 哎 最近特别忙 行 哥刚好泡了 茶 行 最近还好吗 最近还好 大姐二姐的话挺担心你的 怕你在外面受委屈 哎呀 没事 我我好着呢 哎 我怎么听说 你和你公司的什么宁 咱们别扭 要赶紧走 啊 这这这 谁说的呀 对不起 涛哥 我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以后公司的事 不要乱说 对不起 怎么回事这是 好了好了 消消气 不是他说的 我问的 哦 哦 是这样啊 你也是 遇到什么事 遇到自己心里面 也不说 说出来 还能帮你解决解决 哎 真不理解你 对了个 这次来 我就不打算回去了 不多好呀 咱自己家产业都够你玩来了 嗯 我咋听着你的口音变了呢 哥 最近去外地待了几个月 哦 记得在外面忙着笑 我说听着咋这么别扭呢 你笑啥 管你什么事啊 自己在那喝喝在那笑 哎 这 喂 小涛 喂 发生什么了 你干嘛要走啊 啊 这个 不管你的事 行 我不管 那你回来找我聊一下好不好 唉 我回来 我就不打算回去了 还有就是 我不想让你参与我的事情 好好好 我不参与你的事情 但是你回来行不行 我没有你不行的 你忍心让我自己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吗 哎呀 你烦不烦呢你 那你答应我来公司帮我 我就不烦你了 行不行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啊 这 哦 我听着呢 你要不来帮我 我就天天给你打电话烦你 哎 这 这 行 行 大小姐 我回去 我 我这两天在家呢 我在家休息两天 我就回去 等两天 我入职了 你要来哦 没有你不行的 行 没问题 好 拜拜 过两天见啊 拜拜 行 这个时候打电话 你这曹阿姨真是真是多呀 哎 还好吧 这个 小杜 去备车 我们准备走 好 要不快就走了吗 哎呀 哥 最近太忙了 没办法 你这臭小子比我还忙 哈哈 哎 对了 哥 小杜以后就归我了啊 行行 这难也没办法 再走吧 再走吧 行 那我走了 老哥 现在走 对 现在走 行 我都不送你了 回来再找你玩 好